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奇怪 出了那么大的事故都过去六七个小时了 你们怎么还不组织抢救 什么事故 这儿没出什么事故 你是在哪儿听说这儿出事故 原来是这样 你们还想瞒住事故真相 我下午四点钟就到这儿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来采访 可我发现你们什么都没有做 你们每次都这样吗 你采访到什么呢 如果我晚来一小时的话 可能我什么也采访不着 我现在就是在采访 最重要的是 我想尽快地找到你们 让你们赶紧采取措施 有人说 井底下可能还有人活着 余记者 你不要急嘛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进屋里慢慢谈吗 刚才你们那个办公室的副主任 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和我慢慢地谈了一个小时 可是没有一句实话 现在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故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没有 那好 我就对你们不抱什么希望了 你采访的东西 不经过我们审查 那你不能放调 好吧 高总 邹矿长 你们再好好想想 时间也不早了 我得回市里 如果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话 要尽快地打电话给我 真是 不是一家人 不顾一家门呢 姓余的和姓池的 只是贴上了你的 咱们现在 也是开工 没有回头见 咱们现在 就冷静一下 马花呢 屡屡思路 第一 当然是要尽快找到那两个记录 第二 要赶快派人到胜利去的 要尽快派人到胜利去的 那里 要尽快派人到胜利去的 要尽快派人到胜利去的 我们肯定还要尽快派人到胜利去的 我们肯定还会有多少时间 这条船 太大了 都是一两个人 就能先翻的 是 高总 该走了 徐叔叔人快到了 老板 用一下电话可以吗 喂 熊总编吗 我 我吃点香 我和明丽在一起 熊总 我现在说话不太方便 手机 手机被响走了 嗯 熊总 我上次和明丽说的那个事 我们进一步调查清楚了 四十人以上 他们一直瞒着 我们有证人 我们马上准备和事理取得联系 但是我建议 能不能同时发消息 熊总 这样形成舆论 能快一点 有 证明材料和证明人我们都有 可都被接走了 熊总 我和明丽担保 不会有出入的 好的 我们马上写个文字报道给你 明丽的手机电脑中死机 能用什么方式呢 电纯 不太方便吧 好 好 那就这样 看了一下 我还是放心一点 高总 我虽然比你年轻 但程序 还是通过程序 你不会让我下不来台吧 你放心 许说 这要是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还能知这个局面 那我本事太大了 那这熊总 嗯 这你的女朋友 太照眼了 就光他自己走在街上 倒没关系 这旁边 还傍着个四十好几的 这都是从外地来的 你说知道的呢 他是同事 这不知道的 这还以为 哎 讲了 别胡说八道 这真事 能得实事求是 关键呢 那个姓池说话的表情不对 他跟洋气者说话的时候 老着带着那么有劲 是笑非笑子 想笑呢 还控制着 让人看着很不自然 你想 咱们这小地方的人 老爸爸 哪看过这个呀 他是要有事的 杨气者呢 我是信得过的 他是咱许准的女朋友 他不会给咱许准惹麻烦 可是那个 持记者是什么动机 我就摸不透了 是不是他们 真的听到什么风声了 幸亏了 身上的钱没被搜索 咱们还能吃点饭 那你说咱们干嘛不报案呢 他们这是明显的犯法 让他们顺着案子一查 咱们这事不就有进展了 你以为他们没想到这步 把现场一收拾 那个姓方再找不到 能有什么结果 伙儿把咱们又纠缠到最上边 还是抓主要的 现在呢 咱们的遭遇可以不提 包括余境的事情 都算是可以不提 那我觉得咱们应该找到室里去 让室里派人下来查 对呀 你就到了这一步 报到省里了 那也得先有室里来查 更何况 咱们在室里也可以找到关系 你那个许副主任 余境的那个夏副市长 还有你认识的那个黄水 这些人 就是咱们顶了 我不想带和许与平坦这件事 有时候我跟他姓池的 是素不相识 无缘无故的 他干嘛老是这样 跟我没完没了的 是我慢慢地 熟不出点味来 他不是冲我 他是冲你 他知道 中央现在正在抓事故 隐瞒事故更不得了 而且呢 要受到行政处罚 所以呢 他就希望我们出这个大事故 把我们连带你 一起给撤了 你的前程不就毁了吗 这毁了你的前程 这对谁有影响 用心叵测 这都是四十多岁的人干出的事 对姓池的我不了解 但对宁丽我还是了解 行了快吃吧 吃完以后呢 咱们找个地方 把材料写出来 然后咱们就去找你这个许副主 我不是说过了吗 咱不找他 找他有找他的好处嘛 最起码能保证咱们的安全 咱们在这儿是有危险的 多少呢 留点耗审 我今天下来 一半是为了喝茶 一半就是为了毒素 我刚才已经注意到 一号矿井的那个汁 用了多少年了 里面还透着水 那要是一旦冒点 后果不堪涉险 其他矿井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是我的 一号矿井呢 我们已经准备废弃了 其他井的情况还好 但您的指示很重要 我们一定按您说的 马上采取这个加固和其他措施 一可停产几天 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 这就对了 长路 你这张乌鸦嘴要注意啊 刚才咱们胡乱议论这些话 不能对任何人讲啊 回家对老婆不能说 这都是我们一句气话 明白 我哪就哪 这点担心 我是有的 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 怎么不接啊 手机没了 你在哪呢 我跟老师现在要过来找你 你在家等我 两个小时以后 那位姓池的你把带了 我不想见他 高总 刚才我接了个电话 说 井底下跑出来的两个人查出来了 是后头论 不行了 你再给我躲躲 矿儿可能知道了 往哪儿躲呀 江桂 快起来 先储席躲一躲 我现在还走不动吗 我们这也行 待不下去了 快 我跟孙子说好了 让他开车过来借一下 来 你先把我们弄哪 别担心 先到山里躲一下 废宫棚那儿 江桂怎么办 跟我一块走 咱不能待下去了 不麻烦你吧 我自己走了 你能去哪儿 没关系 我先离开这儿 到哪儿 再说吧 矿手 不怕死 就怕活的 你说明天就应该到了吧 嗯 小姐 我会换单吗 我借钱 到前面 我们徐经理 他在哪儿 在后边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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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什么风把你哥俩去这儿了啊 我们哥俩没事儿 也没工夫搭理你 你不是弄啊 是高总的事儿 外头那两个人记得特快专递 你必须得扣下来 交给我们 你就没事儿了 那别急 我去帮你看看 老师 嗯 等我一会儿去见你 算了 他也不愿意见我 喂 明天 我想和渔场商量一下 咱们可不可以 先去找夏副市长 我们要直接去找夏副市长 这样对你评得好 他毕竟还是管企业的 如果我们这么做 他会挺被动 好 算了 正好 你到我家去看看 来 走了 走了 是不是这个 什么事儿 没有谁把名利怎么样吧 不是 我跟你说 我现在跟他联系不上 我也在找他 我想 他把底儿撂给他了 老吃里爬外不行啊 来 不错了 哎呀 换个鞋吧 不用换 有关系 随便坐 好 我去看看有没有开水 哎 那你 我用下电话啊 好 随便用 喂 雨场吗 我想去见见夏爷 你看怎么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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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哎 哎 哎 媳妇主任 你好 你怎么在那 哎 老师 老师 本来说要到办公室去找你 说要跟你谈谈 我现在到咱们家来了 嗯 老师你坐 哎 美丽啊 你给我也倒杯水 那你去喝茶喝咖啡 我喝咖啡 这哪能那么干呢 你说姓方这孩子是傻呢 还是缺心眼呢 我千怕万怕就怕他去找皇上 他还真就去了 多亏你叫强虎去看看 哎 都选了 要不是强虎把它整回来 咱们 跟人家叫不起那个号 矿上闹了多狐狂对的 是山楂 人家 要嫌捏住个人 那跟玩似的 咱这戏伯 扛不住人家的大八丈一年啊 北山柳家窑矿一号警出事过了吗 我告诉你 我刚刚从哪儿回来 那什么事情已经发生了 李平 我跟你说 你别老看着光看着表面现象 你也别听老天的桌子 桌长路跟你的汇报 你一定要下到矿里 跟那矿墨私底下谈谈 深入的地方调查 这我比你们清楚 吃鸡者 我下去一趟 比你们下去十趟了解的东西更多 我是行家 嗯 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先放开 我在下面 倒是听到不少关于你们俩 什么反应 好 我豁出去了 在你眼里 俗情 老迟啊 你是单身吧 是需要找个女爸 你找谁都可以 但是找名利不行 名利她已经是我的 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俩的家 老平 你怎么这个胡说八道啊你 我跟老师完全是同事关系 你是不是听谁说什么 我希望你千万不要往这上面想 不是我要往这上面想 而是你给别人的感觉 吃鸡者 你今天多少岁了 43 45 你知道她多少岁了 她才26岁 你配得上她吗 一平 你干什么呀你 你还越说越来气呢 徐副主任 我想找你谈的是煤矿的事故 你去跟我说这个 我可以告诉你 我和杨明丽之间 不存在任何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我并没有说你们俩直接有什么关系 我相信名利的眼光 她绝不可能掉价到这个份上 我说的只不过是你 我希望你能够有点自自知名 不要想利用工作之便来满足你的某种心理 更不要为了你的这种心理 而想方设法来把矛头指向我 一平 怎么个把矛头指向你了 指向西平梅业总公司 指向北山柳家窑矿 就是指向我 你们不要随意道听徒说 听信谣言 刻意扩大事端 虚构那些耸人听闻的事故 你怎么就是不肯相信 已经发生了特大事故呢 今天中午 我和杨明丽在北山柳家窑矿 被人绑了 关到了地下室 要不是幸亏那个地下室有个管道地宫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这你也不信 那好 你去看看小杨的胳膊 还有绳子印 明丽 这种事情也可以随便瞎编吗 这是真的 不信你过来看看 徐副主任 我们搜集到了北山柳家窑矿 矿工的证明 他们都可以证明 在二十号那天 一号警确实是发生了特大事故 失踪的矿工在四十人以上 可是北山柳家窑矿 却把矿井给封了 好 就像你说的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通过组织上 你明明知道我是主管 那你还要绕过我 跑到下面去 什么意思 头儿啊 一遇到烦心的事 准到这儿来 我都陪他来好一回了 怎么样 这是咱们矿 上游最清的一盆水了 所以有的时候 所以有的时候 离到这儿 就觉得能够把心都洗干净 人在江湖 有时你想洗也洗不干净 鸳鸯 走路 鸳鸯鸯鸯 鸳鸯 你看那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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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总 那儿 狗屎那是鸭子 干什么 你再看看鸭鸯鸯为白了 鸭子那是 那哪是鸭鸯啊 鸭子那是 高总 您别在这儿味情话意了 您要说多了我们也听不懂啊 那好 说点你们能听懂 看到这下面了吗 我们现在所出的状况 就像站在这一样 一步下去 粉身碎虎 高总 你是不是把这形式 可能太悲观了 悲观吗 人物远律必有禁忧 这是战略 怎么样 不吊墙的感觉怎么样 腿是不是软了 高总 我明白怎么办 我这个人哪 最致命的弱点 就是遇事着急 让我给我再想想 高总 咱们不要太急了 咱们不要太急了 您要是急了 还能动脑筋吗 咱哥几个都指望你了 明正至于呗 把你站起来 高总 我可还没娶媳妇呢 你怎么也得让我当回新兰官吧 会赚钱的 不会赚 不会赚的 赚一回 刁全 你别在这吞着了 马上去省城 去省城 明白 能把零数据调中吗 这帮奖 不吃黄的就吃红的 什么 你们已经发了消息 对 是把消息寄出去了 但是呢 还是要依靠势力来解决 所以才来找你 你不觉得 我们这也是为你好吗 为我好 你们竟然不通过 不通过世卫 就乱发消息 制造混乱 真想把你们俩都关起来 那你就关吧 徐副主任 消息是技术权 那是以防万一 因为我们现在的处境 有很大的危险 至于消息发不发嘛 那要听我们的口信 要由报社来决定 在这方面 你不用多想 现在关键呢 是要赶快 由你们出面 去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再拖下去 徐副主任 责任真要落到你头上 我刚从那儿回来 那儿一切正常 你一口一个我们 确保我放在你的对立面 我警告 这种消息 是不能随便乱发的 审报也要征求我们的意见 我们要是证实 这次事故是子虚乌有 你知道你们承担什么罪名吗 怎么子虚乌有了 难道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啊 你也太天真了吧 你是被别人卖了 你还得帮着别人数钱 我不能再让你和他在一起了 你现在留下来 我们俩得好好谈谈 至于你 你现在就离开我家 这儿不欢迎你 徐雨萍 你太过分了吧你 好吧 我现在就对了 不过我要说两句 第一 我和杨明丽之间 不存在任何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我对杨明丽 也没有你说的那种想法 第二 你还是要仰静一下 不要因为这种情绪 搞得你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北山柳家窑矿 确实发生了特大事 你有责任立即处理它 徐夫主任 不然的话 你是要后悔的 你们讨论 我在这儿 也确实不方便 老陈 等等我 来 明丽 干嘛呀 我跟你看 不 明丽 你还是流行 和许副主任好好谈谈 许副主任 时间很紧 你不会拦着我 去找夏副师长吧 随便 你找黄师长我都不管 不停 只要不然 得不然 在你 再在你这儿 有火 身上水水 进一波 这下 把矿山得罪了 矿山会不会被海岸人抓他呀 这就不好说了 这师父那 话上总是要瞒些去 谁说出去都不会饶了谁 你们家没有男人出来顶事 让我们也悬着心呢 大大白 这事啊 你们可不能看着不款了 虽说相互不在了 咱们也成亲家 可是 看在相互的面上 你们也得把姓芳看成闺女啊 姓芳 也是为了相互罪 我明白 就是因为这个 我才来伸把手 上午姓芳去找我 我骂了他两句 也是直落悔恨 不过呢 那也是为他好啊 怕他找事去 至于说 还是不是亲家 我倒是也有个想法 就从姓芳 对相互的这份心 是天下难得呀 这样的儿媳妇 打着灯笼找得着吗 所以我就想啊 姓芳 还得是咱家的人 正好呢 这墙虎还没定亲 相互留下的抚恤金呢 盖三间大瓦房 那是戳戳有余了 房子也就不愁了 姓芳住上这房 不也是和情如理吗 他打败啊 你的意思是 我这话已经说透了 倒不如让姓芳跟了墙虎 我问过墙虎 墙虎对姓芳也挺喜欢的 他打败 我对墙虎倒没什么意见 看着他就像看着相虎一样 可是 我有句话不能不说 我不能让姓芳 再找矿上的人了 虽说钱挣得多点 可是 整不好 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寡妇了 日子就是穷点 也不能见了病了 这个 你放心 我就两爱一场 我不能眼瞅着墙虎 再走那条道 我跟墙虎说了 咱家顶多死一个 我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墙虎 再在旁边干了 你看怎么样 就是不知道姓芳愿意不愿意啊 我看他这劲啊 还没过去呢 这没关系 这股子劲啊 总会过去的 咱们把这话呢 先说着 姓芳那边呢 你也慢慢的顺着 怎么样 姓芳的去处 我也想好了 本来打算 让他到我们那儿去 先躲一趟 避开这股风筒 现在呢 我们再劝着他 别再跟矿城闹了 没好处 可是后来一寻思了 没过门就住过去了 也招闲话 都不如让姓芳 到墙虎他舅舅家去住几天 他舅舅一家呢 去天津打工去了 房子空着 这就有着落了 我镇城我没地方去呢 这样好 还不容易让矿城找不着 这房子得收拾 先住我去吧 我让墙虎多去几次 帮着归着归着 啊 墙虎啊 你们听见了吗 听见了 你啊 你们说啥我都听见了 陈虎 陈虎 我爸是 熬不出了 初浅 熬不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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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车赶紧上车 嗨 你们赶紧上车 下车让我接你们 哎 好的 好 好的 好的 喂 他们上车了 好像是夏市长的车 夏市长 欢迎欢迎 你好 怎么样 你们累不累啊 还可以 这样咱们 是不是可以聊聊天 小杨 你先到我办公室坐一下 我和老池说几句私话 行吗 好 谢谢 每天不是坐车就是开会 对我来说 能够散散步是再好不过了 还可以好好聊聊 走 那天在小于家 你一走 我就后悔了 我当时也不知道 是一种什么情绪 是失落 还是忌妒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说了什么话 反正 对你是很不公平 其实啊 今天 你不让鱼长打电话给我 我也会主动打电话给你聊聊 那天的事呢 我有一点不介意 你要是对我真的不在乎 那我倒反倒觉得 走 于静呢 是我们两个人 共同了解的你 也是我们两个人 共同爱过的人 也许现在啊 只有我才能够了解你的心情 不过我今天来找你 是另一个事 那件事 和小于的死 可能也有些关系 进了 哎呦 杨基姐啊 麻烦了 哎呀 麻烦你帮我看看啊 你看 这上面的电话都是 哦 这个是黄市长的 这是夏市长的 这 这是谁的查询单 这上面还有宣传部 习部长查的电话 哦 那就是说 这个打的最多的号码 是夏府市长的 有这种事情 你怎么不早说呢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想稳妥一点 你们做得对 夏府市长 呃 关于余靖的事 究竟和这个事故 有没有直接关系 是交通事故 还是被害 我们现在没有证据 但是 我想保留这种怀疑 嗯 雷霞 你放心 我不会让小鱼冤吃的 这个北山里家要跨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故 而且 还想市里隐瞒 市里查清楚之后 一定会采取断燃措施 我希望市里能够快一点 好 夏府市长 呃 有人说 景夏到现在 还不排除有矿工 活着的可能 我会尽快 我马上和黄市长联系 黄市长呢 现在正在下边 检查工作 我就不和你多谈了 好 看来 我找你去找队了 那你先走 黄市长 呃 你们的安全问题也很重要 这次宾馆收袭机的事情 我一定让人认真查处 一旦查清楚 严惩不担 我建议啊 你们就搬到市委招待所来住 这里比较安全 我会派人呢 加强警戒 啊 我倒无所谓 只要是杨明丽一个女同志 不能再收袭机了 是啊 嗯 加强联系吧 把你的手机号码告诉我 嗯 我们的手机都被他们扣了 我要买个新的 买了以后 我会把新号码告诉你的 高总 太危险了 这 要不是四儿的姐姐在邮局 这东西一发出去 用不了两三天 就会在全国轰弄呢 高总 这话一点都不过分 我说你们做的事 你说你们在干什么 什么他也做不了 就是他妈不让我花钱 高总 现在的恐怕他们都已经跟市主联系上了 从他们给审报熊总编的这封信的内容来看 恐怕熊总编 他都知道内疚了 这种记者真讨厌 我们废了算 这种时候 不出事情还好 这万一出了事情 这矿上的事故想按 那还按不住了呢 都火烧眉毛 现在是有他们没我们 有我们就没他们 高总 现在是生死存亡的时候了 我倒是觉得 他现在找势力 倒是一个好的迹象 你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高总 夏副市长来电话 这么快 我本来被人说了 我再来电话 剑 我再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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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电话 你解释一下 你有没有